国语有声善书 善心宝举团 超拔先锋对公告 好消息 善云善元频道参赞吴妙明正堂的宝举善心团 宝举善心团由正副堂主从很久以前就创立并且默默超拔无数位亡魂里苦得乐正为先佛永托轮回 这次本频道很荣幸能参赞宝举团 也是感谢所有大德们观看本频道所获得之受益 由你们的观看以及频道会员无私的付出 我们才可以拿这些善款帮助更多众生 如果想自行参赞此宝举善心团 可以自行联络五妙明正堂正副堂主 让您的爱心发扬光大 以下介绍这次宝举善心团举荐的王魂至无极正道院 小编最后面有整理阎罗王开示称赞宝举善心团之一举 受到上天肯定的圣讯整理 一定要看到最后一由 以下是扣问五妙明正堂主席官恩师之内容 由于前面描述此魂生前状况之文字数较多 小编简单省略并缩短写取重点 由正副堂主代表扣问 年仅一岁多的男童 因家庭不张 交由保姆照顾 竟痛下毒手喂食男童厨余 烧焦的食物 不食殴打 将男童反绑入睡 短短三个月最终导致男童营养不良奄奄一息 不幸不治身亡 想扬受一年十个月 一 献男童魂归何处 五妙明正堂官恩师盛世 一 将至亡死成 二 男童为何命运坎坷来不及长大 仅一岁多及遭惨无人道的肆虐 社会哗然 神人共愤 亦唤醒世人对儿童更加的关注 其素氏因果如何 二 素氏曾愧对众人 源于一己之私开启城门至敌军入城烧杀掳掠之因果 三 年幼男童与保姆姐妹两素妹平生 却遭此惨无人道无情肆虐 姐妹两还相互分享炫耀虐待过程令人发指 其等彼此素氏因果如何 三 乃素氏受害者 四 又同有何言语要向世人诉说 四 仍是渺渺茫茫 苦楚易于言表 五 宝举团 共四十二人 乐助印赠善书因缘大灾问 功德金一万两千元 以此功德回向南童 恳求恩主慈悲助力 鉴举其亡魂出苦 入无极正道院前修 以七列位先般正道先佛果位 早登决案 了托轮回 以原下生等不舍之情 五 准见出苦 为十四年七生 代甲臣年三月十五日列为本院前修 以下是小编整理之圣训 五妙明正堂善书 莫结因果 主助先佛为阎罗天子森罗王 第三章 架构因果 念头是因果的成因 世代进步 人类文明科技的大脑 却没有辅佐道德观念迈进 所以每个念头为私欲而生 更付出行动 反之 单纯的念头 犹如周善人一样 是因为无聊又看不去 游民遭鄙视 所以正义敢使最单纯的善行 获得善报 无形间架构的因果 无论善恶 必然迅速反映在日常之中 贵堂贤生人等因为深入了解 无极正道愿保举法门的殊胜 以身作则 组成保举行善的慈悲怨心 即是架构一股善因力量 必可获得善报 所以不论是造桥铺路 或行善见举 只要念头是善 且持之以恒 必可将共善能量器 引到想象不到的福报 第十六章 无名英雄 凡尘中拥有许多财富者 心灵未必是快乐的 反而许多知足者 奉献心力 抛诸及历程为志 公行此注意社会福祉时的人 却天天笑容满怀 年少者参与费尽体力 及汗水的救灾行列 历衰者从事关怀心理 配送物资之行为等等 都是社会上的无名英雄 贵堂朱贤生动解 建举殊胜法门 多班建举诸多越南陌生猿人 所以朱善的也是社会 更是法门中最富足功德的 无名英雄 以上内容望大家可以深思 难得这一生遇到大道谱传 三草谱度 趁我们生活安稳之时 应多多协助上天 宝举团或者超拔先锋 对街市可以小额集资化为大善 形成一股巨大能量化解天地劫难 想自行参赞此宝举善心团 可以自行联络五庙明正堂正副堂主 本频道以善云善缘频道名义人会持续赞助 愿功德普及三界 福音大德 若有意愿加入超拔先锋队 请加入我们LINE 届时会给您汇款资讯 目前已有一些大德参赞了 相信不久就可进行超拔 小编中心推荐大家可以选择求修大道 一贯天道或者入圣堂当轮下生 尤其是五庙明正堂或一赤拱横堂 好好的修道一定可以成就非凡 另外小编深知有些灵修院已经被上天关闭 期望大家可以至五庙明正堂或一赤拱横堂 叩问先佛您超拔的魂是否有在灵修状态 被关闭的灵修院 原本里面灵修室就会被遣送回原处 例如地府 小编觉得甚为可惜 望大家可再次超拔他们至无极正道院或浩天子寿灵修院 在灵界里面有两间金光闪耀 高耸巍峨之灵修院 其名为无极正道院与浩天子寿灵修院 灵修院乃奉无极皇母大天尊之一指 玉皇大天尊玄灵高上帝之一指 由众先佛在灵界中设立 其目的为广度众生 就如阿弥陀佛之西方极乐世界 以及要师佛之东方静流离世界等诸天仙佛之净土般 周围有一股至大至刚之正气所照护 光芒万丈 气应三界 阿弥陀佛之灵修院 阿弥陀佛之灵修院